进入到21世纪以来 在小布什政府的带领之下 美国主要打了两场仗 一场是伊拉克战争 一场是阿富汗战争 这两场战争花费巨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几乎是空耗了美国的国律 尤其是阿富汗战争 长达20年的耕耘 花了2万亿美元 结果拜登上台之后 美军撤走阿富汗 塔利班卷土重来 20年投入颗粒无收 那么伊拉克就好很多吗 也未见得 很多人说 美国为什么要打海湾战争 为什么要打伊拉克战争 为了石油 可是大家看看 今天的世界能源格局 由于美国业油革命的成功 美国摇神一变 从一个石油输入国 变成了一个石油输出国 以至于 在这场俄乌战争之中 美国和欧洲表示 你以后别和俄罗斯买石油和天然气了 我可以卖给你 只不过价格高一些嘛 是的 美国的能源商人非常看好欧洲这块肥肉 他们知道如果欧洲和俄罗斯关系密切的话 那么美国的天然气卖给欧洲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了 太远了 要用船运 而人家俄罗斯早早的自己就把管道修好了 价格还便宜 然而 俄乌战争使得俄欧关系崩坏 再也回不到从前 也使得美国终于可以把自己的能源卖给欧洲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美国根本就不再需要伊拉克的石油了 也因此中东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下降 以沙特为代表的一众中东国家 现在开始慢慢和美国也驴心驴得了 而很有意思的是 美国打击的这两个国家 实际上相继都和我国发展了非常好的外交经贸关系 比如说伊拉克 从2008年前后开始啊 我国石油公司就开始和伊拉克油气开发合作 并最终成为伊拉克最大的外国投资者 十几年来 中国石油公司的一体化优势和极强的作业能力 应用先进生产技术 强力推动项目生产建设 实现了油田的高效开发和快速上产 原油年均增长约100万吨 而其中阿海代布项目仅用三年时间就建成了600万吨的年产能 截止到2022年8月底 油田累计生产了超过6000万吨原油 而哈法亚项目更被伊拉克国际招标项目命名为速度最快 执行最好的项目 截止到2021年底 中国石油参与的伊拉克油田累计生产原油超过81亿桶 这当然为伊拉克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这些生产出来的原油有大量运往我国 也使得我国获得了能源的安全 当然我们的企业在当地发展经济的同时 既给当地政府创造税收 又给当地老百姓创造就业 与此同时我们还把中国文化带过去 把中国的友好带过去 使得伊拉克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以至于前些年有很多美国政客都带着浓浓的酸意说 美国人把伊拉克打下来了 可是伊拉克的石油统统运到中国了 美国这个军费简直是白花了 不止伊拉克呀 还有阿富汗 2023年1月5日 中方公司与阿富汗临时政府在阿富汗首都嘎布尔 签署了油气开发协议 这是阿富汗临时政府2021年上台以来 第一次与外国公司签署的能源开发协议 阿富汗政府高层说 就自然资源而言 阿富汗是一个富裕的国家 石油是阿富汗人民的财富 也是阿富汗经济的基石 是的 阿富汗拥有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自然资源 而在美国和北约占领期间 阿富汗的资源通通被西方资本所控制 大量资源没有被开采 那么现在哪个国家能帮助阿富汗 开采它这宝贵的资源呢 当然是中国了 美国行吗 美国或许有这样的想法 然而美国和阿富汗政府的关系 已经坏到无以复加了 塔利班上台之后 美国没有承认这个新的临时政府 甚至以此为理由 把原阿富汗政府存在美国银行的超过140亿美元的资金 冻结了 先是冻结 然后私吞了 美国法院做出裁决 说这样吧 这140亿美元呢 有一半要用于赔偿给那些911受难者的家属 另一半呢 用于所谓的阿富汗人道主义事业 然而到现在为止似乎这个钱并没有花下来 可是阿富汗政府140亿美元的真金白银 那真的就是被私吞 就是被瓜分了 所以很显然西方世界暂时是不会回到阿富汗了 他们也可能看不上阿富汗这点资源 与此同时 他们也不可能和阿富汗合作开发这些资源 那么纵观全球 有这样实力与阿富汗合作的恐怕就是我国了 当然刚刚签署的这份石油开采协议恐怕只是个开胃小菜 这一次阿政府授权我国公司在阿姆河盆地开采和加工石油 期限为25年 中国公司将在三年之内投资5.4亿美元 鉴率开采和炼化设备 中企的初始占股比率将高达80% 阿姆河盆地的油田规模实际上是比较小的 日产原油也就只有2000吨左右 别说对我国 对于我国一个企业而言 它也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 然而对于阿富汗提升本国能源供给却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可以有效的提升阿富汗整体的造血能力 阿富汗代副总理巴达拉尔也认为 此次合作将给阿富汗提供超过3000个工作岗位 这是阿富汗一直稀盼的 整体上对阿富汗特别有利 他也希望这个项目能够成为国际社会 帮助阿富汗提振经济实力的一个典型 但是他也清楚 恐怕现在除了中国之外 没有多少国家有这样的实力 有这样的意愿来如此的帮助阿富汗 而对于我国而言和伊拉克合作 尤其是和阿富汗合作 是有着三重重要意义的 首先第一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我们对于能源是非常非常渴求的 尤其是俄乌战争 更让我们看到了能源的重要性 以德国为首的众多欧洲国家 长久以来仰仗于俄罗斯的能源 这个没有错 然而一旦战争打起来 一旦他们被绑上美国的战车 那么他们就处于两难之中 以至于遭到今天窘迫的处境 最终他们迫于无奈选择了和俄罗斯能源切割 表面上看 这将使得欧洲各国不再能源依赖俄罗斯 可是他们是花出真金白银的 能源安全对于工业大国 对于经济大国而言 至关重要 那么我们如何把控自己的能源安全呢 在把握粮食安全问题上 我们坚持18亿亩耕地红线 我们坚持主粮的自给自足 然而能源我们真的不能自给自足啊 所以我们就要广交朋友 扩大能源来源 我们要和中东买石油 我们要和非洲买石油 我们要和俄罗斯买石油 我们也要和美国买石油 继而我们也要和伊拉克阿富汗这些国家买石油 我们从不能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中去 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我国的石油供给超过我们进口石油的20% 这样我们好歹能把能源安全把握在手中 任何其他一个两个国家出现了问题 想在能源上卡我们脖子 那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随时扩大从其他国家的石油进口 德国那种窘境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尤其是我们采购石油的众多国家 他们之间的关系还不太好 那比如说美国和俄罗斯就不对付 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现在也剑拔弩张 所以这保证了我们的主要石油进口对象 不会联合起来卡我们的脖子 当然从阿富汗进口石油 还有第二种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像我们刚才说的几亿美元的投资 这妥妥的就是小菜一碟 我们寄希望的是 未来还能和阿富汗有更大的发展 这除了要补充我国能源不足之外呢 对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也至关重要 我们非常清楚啊 咱们特别重视阿富汗境内的稳定和反恐问题 因为这涉及到了我国的西部安全 阿富汗不稳则新疆无宁日 阿富汗在被美国占领20年以来 经济越来越差 塔利班虽然把美国人赶跑了上台了 但是塔利班能不能很好的发展经济 这是个问题啊 当一个国家陷于战乱经济奇差 老百姓收入低之时 它就会成为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温床 那么阿富汗的乱就会对我国边疆地区造成很大的祸患 要知道阿富汗可妥妥的是帝国坟场啊 苏联和美国两大帝国都在这里折几尘沙 那么现在苏联人跑了 美国人也跑了 阿富汗地区的稳定对我们就非常重要了 尤其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力推一带一路 阿富汗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如果我们能和阿富汗共同发展经济 让阿富汗老百姓赚到更多钱 让阿富汗政府在经济上不再窘迫 所谓有横禅者有横心 是不是阿富汗就将更加的稳定了 那么很多恐怖主义势力就无法传导到我国了 当然和阿富汗的合作还有第三重意义 那就是昭告世界啊 像美国那样用武力包打天下 行霸权是行不通的 春秋战国之时 我国的先者就提出 有行霸权的国家 有行王权的国家 行霸权的国家 一味喊打喊杀 以为他的军事能力独步天下 所以他就可以打伊拉克 打叙利亚 打阿富汗 然而美国对阿富汗长达20年的占领空耗2万亿美元和美国20年来的国力向世界证明了即便强大如美国它也无法完全消化阿富汗 所以在美国灰溜溜而不负责任的撤走之后 阿富汗有可能演化成一个火药桶 有可能变成未来世界的不稳定因素 那么哪个国家能帮助阿富汗达到稳定呢 哪个国家能帮助全球获得和平呢 我们和阿富汗的合作也非常重要 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拒绝阿富汗制裁阿富汗之时 我们热情的伸出援手 帮助他们发展经济 就像我们帮助伊拉克一样 当阿富汗凭借自身的努力获得和平和经济发展之后 自然这个地区它就不乱了 自然恐怖主义就没有滋生的温床了 那么我们也等于向世界宣告 用武力行霸权那是行不通的 美国那一套终将会遭到抛弃 而只有像我国这样的行王道 才能使得全球获得和平与安宁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给民主义的温床